那剛才您也提到就是您研究的是中國的法律 那就您身為一個中國法學的專家 那您會想給 就是這個是比較有針對性的 您會想給從事中國法律方面的學生什麼建議呢?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在一個有中國業務的一個律師所 找個機會實習或者工作 因為中國的成文法跟實際做法 距離有時候距離比較大 有時候你就可以看那個成文法 但是這個政府實際上怎麼樣處理問題 就不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 當然在任何一個法律制度是這樣的 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還是日本還是德國什麼的 就是說你要真正的了解這個制度是怎麼運作的 那麼你就必須有一定的實際經驗 但是可能這個中國就更重要的 所以當然如果是中國這個律師所所最好 如果是一個外國的在中國辦中國業務方面的 這個也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所以就是實際上面的實務經驗讓學生了解 就是說有成文法的部分 但是也有實際上面操作 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不太就是沒有特別清楚的寫下來 可是就是專業從業人員都知道應該怎麼做的 這方面是學生更應該要了解的部分 還有一些部分就是說 雖然就是在成文法就寫得清清楚楚 你就會發現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這個可能是更重要的 因為任何人你如果看文字上是模糊不清的 這個模棱兩可 那麼你就可以預測你根本沒有什麼實際經驗 你也可以預測那麼可能政府的這個自由採量權 這個就比較比較大 但是有時候你如果不了解實際情況 那麼你看法律的這個條文就寫得清清楚楚的 比如說稅率應該是百分之十五 那麼你就發現在某一個地方實際上是百分之二十 你就跟當地的那個地方政府說 你怎麼要我百分之二十那個稅法不是清清楚楚的說百分之十五呢 他們說沒關係我們這兒是百分之二十 你就會碰到這樣的情況 對 所以可能還需要實習才能夠具體了解真正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有這樣的可能性 當然不是所有地方政府是這樣的 但起碼你通過實際經驗就可以知道 這樣的事情是實有就是實有會發生的 好 所以相對來說這個的確非常重要 因為的確是在書本上面學不到的 程度 необход comin根本會裏 一個引退我們 這個是 是 是